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布衍 什么事你说 我知道了 你放心 好的 这有麻烦了 怎么了 沈黎 你在哪儿 能不能马上回公司 这边有点事 好 我等你 不会出人命吧 好 方正白 新写的销售方案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什么感觉 很捉迷 很实际 但过于保守 无论是销售渠道还是营销策略 都一场不变 秦灵 必须要更新老的运营方式和管理体系 改变原始流程和治理 如果再让那些 鞠躬自傲的老人关起门来 制定什么游戏规则 有一点不得不承认 那些传统的企业家和经营模式 都已经成为惯性 缺乏鲜活的想象力了 对 既要做一十六的创业派 又要做稳扎稳打的实业派 我叫你来 是想让你跟燕心碰一样 尝试着把全新的理念 融入到生产和销售上 不能再等了 你们要尽快做出决定 这是上次会议以后 我综合叶仙娘那套方案 一并写出的策划文 请董事长过我 看来这些年 是摔倒出了 我没看错 难得董事长夸奖 怎么了 怎么了 情绪不高吗 是不是太累了 叶仙给你答复了 他僵了我一句 进来 秦灵 李李琛这个人 你怎么看 能力方面有待考证 这种类型的男人 也许靠姿色 就能一步登天 你是指 他和如花 你还有一点 能力尚强 是一个人 你能力尚强 那你能力尚强 你能力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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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能力尚强 你能力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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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黎 你怎么了 我这两天不太舒服 可能是受凉了 你脸色这么差 赶紧回去休息吧 不用 我没事了 你这样无法工作 我准你的假赶紧回去 谢谢啊 听起来她的要求和情合理 您也只能退一步了 她要是对启明死心塌地 我愿意给她时间 夜星有才华有野星 只有启明才能满足她 我要你们俩同力合作 把真心启明的重担挑起来 wok 喂 夜星 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那出来聊聊吧 好 一会儿时间地点发信息给你 一会儿见 希望您在他身上下的赌注 能够如期地收获成果 我相信他 更相信你 您的咖啡 好 谢谢 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舒服 请假了 赶紧上楼去 我给你找药啊 我是领养星星的孩子 在黑暗中努力地坚持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要编织最美的童话故事 我是领养星星的孩子 像在夜空话自己的名字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像把最美的童话 变成现实 哭了 没有 很难受吗 我就是头疼 没事了 您先下去吧 那好 吃完要快睡一会儿 有事就要妈妈 孤单的小孩 傻傻的梦想 悲伤的小孩 流着眼泪歌唱 我是领养星星的孩子 在黑暗中努力地坚持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要编织最美的童话故事 我是领养星星的孩子 像在夜空话自己的名字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想把最美的童话 变成现实 变成现实 喂 老顾 小丽生病了 你去超市买点南瓜和百合 我想给她熬点粥 其实我还是喜欢喝咖啡 那么多年在国外 影视已经细化了 可是董事长不喜欢咖啡 他喜欢茶道 所以就一直逼着我们晚辈 和他一起品茶论道 董事长对你的要求 是不是很严 何止是严格 简直就是苛刻 从小到大 我都要严格地 按照他精心制定的规则 生活和学习 不可越累迟一步 对你这个侄女 都要求这么严 那对他的亲亲小姐杨如花 岂不是更加苛刻 她不一样 董事长对她宠爱有加 所以她肆意妄为 个性张扬 怎么会这样呢 你和我 你和董事长相处得怎么样 还好吧 董事长是个追求完美的男人 做他的女人会很辛苦 这一点你得慢慢体会 你有没有见过 董事长妻子的照片 我是说她前妻 没有 我没有见过 你应该见见 我觉得 你和她很像 是吗 和董事长 谈论过这件事情 我说像 可她说一点都不像 董事长会经常和你们这些晚辈 讨论这种问题吗 他偶尔放下长辈的架子 还是非常和蔼可亲的 你们一家人真挺好玩的 女儿也好 侄女也好 都叫她董事长 好像这是您的爱称 习惯了 改不了口了 秦天月你出来是董事长的意思 他让我们两人联手制定出启明未来的生产和营销方向 目前你是总裁助理 我是财务行政总监 担负的责任同样重大 这我明白 其实我压力也很大 虽然已经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也有了新的想法和实施计划 但是只要行动起来 我估计会伤筋动骨 会让公司的一些老人很不舒服 这个你不必顾虑 我们应该要自行判断 果敢地为未来做出规划 知道你现在的弱点是什么吗 没资源 没人缘 可说到底 资源和人缘这种虚幻之物 就跟穷在闹市无人时 富在山中有远情是一个道理 李彻和方程白之所以有资源和人缘 是因为他们在启明的经理和销售部经理的位置上多年 而积累下来的结果 既然他们可以 你自然也可以照葫芦画票 何况 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总裁助理 还是他有个子 那么 去吧 全心脏了 年末人之下 相应接的 万人之上 一些男人地 我现在的阅里 一年 你很神奇 你的眼神清澈见底 你可让我等得好苦啊 你现在对我好只是短暂的 一旦关系到你的利益 你就会立刻把我抛开 盛林 我是真的喜欢你 怎么又喝酒啊 这么浪漫的意境 不喝点酒岂不是可惜了 我想看看这个阿姨阿姨 像不像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乖 小黎怎么样了 吃药了没 她锁了门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觉得不大对头 她身体没病 是这儿有问题 好 早餐 早餐 医生说了 五个禁膏痒汤的治疗有反应了 真的啊 反应症状是什么 脑电图显示 她有潜意识了 陈悦 陈悦 你听到我说话吗 刚医生跟我说了 第一个疗程 可以适当地缩短时间 适当地加大氧气量 再积极地配合针灸和血液按摩 对了 周六我的店就要开业了 算是双喜临门吧 看把你美的 开业地点在哪儿 在繁华地段 就是门面小了点儿 门面小没关系 只要声音好 你那么努力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小的 你到时候快来捧场啊 那当然了 你不请我我都要去 可是这几天我给沈黎打电话 想通知的 她一直不接 发消息也不回 你去叫小黎吃饭 小黎 正要叫你吃饭呢 你们先吃 我出去一下 去哪儿 出去转转 很快回来 你给我回来 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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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去哪儿 你给我回来 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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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全怪你 怪我 我得知道 她这恋爱谈得不可靠 你还一个人拦着我 让我别管 这下好了 人彻底灵了 我也搞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你真是击死人了 你说 你说你自己 没把孩子教育好 还拦着我 劝我不要管叫女儿 你以为你那是思想开通了 你简直就是没头脑 吓到了 不过 你是把女儿给我追回来 你快去 快去呀你 快去呀你 打着地去追 来 师父 帮忙往左面看着点 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女孩 骑自行车的啊 小黎 师父 停 停 要头 跟着那些青春的女孩 像在夜空化自己的名字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想把最美的童话 小黎 你带谁去啦 小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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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去买什么药了 山楂丸胃脸不舒服 那是饿的 赶紧吃点东西 妈妈给你熬点南瓜粥 走 喝点盛情哦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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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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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